大家好,我今天要讲解的是Problem Set 22的第二题 那这一题它的设定是有一个Cultural Cable 然后这种电线就是这种Cable它的电弹它的特性是这样子的 它有一个横切约,然后它说它有一个Inner Radius A 然后它有一个Outer Radius B 那这边的问题是,这个A跟B之间它的概括是这样 它里面会先有一个导体,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半径是A 那接着呢,从A到B的这个距离之内 中间会先隔另外一层非导体,然后再隔一层导体 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A到B中间这一段 被它称之为就是R,这一段的过程经历的东西都会是导体 那导体里面它的电厂会是均匀的 然后会是没有电位,不会有电位差的 所以就是这里面是,呃,不会有电位 所以呢,这边我们就可以用电位来去算后面电厂 所以呢,呃,这边,然后它讲说这个Cable它连接了一个Battery 然后它这也没有说Battery的,呃,提供的电位是差多少 但是,这边有一个电位式的图,很小 看起来应该是Epsilon 所以我们就当作它是Epsilon吧 然后连接了另外一个Resistor R 那,呃,这边它说要我们算,呃,E跟B 那这边的E我们就当作它指的应该是电厂,通常是电厂 那B指的就是直厂 那它是要算A到B之间的这段距离 所以也就是比较外围的这一圈导体里面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就开始算 好,所以首先就像刚才说的一样 在里面这一圈的地方的时候 里面这一块它都是导体 那这一块也是导体 然后这边有一层废导体 所以呢,在这一层废导体上面的电位 就会得到的是里面这一圈导体 因为里面这一圈导体跟电池是相连接的 所以它们会得到相同的电位 我们就假设中间没有损好 那这样的话就是跟电池相同的电位 那就会是Epsilon 那这样的话既然它是Epsilon的话 呃,这边是Epsilon 但最外围这边 因为已经隔了一层非导体嘛 所以外面这边当然就不会再得到电位 就是没有流出去 所以这边的话外 就是有一个层居然体 所以这边是电位是,呃,Epsilon 那外面的电位是0 那它就会制造出一个电位差 那我们知道电位差 V会是电场E乘以R 就是从高指向D的那个电 呃,不然不是从高指向D 它的电位差会是,呃,电场跟 那个方向的内积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把它做一些影像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来的值的部分 呃,电场会就是电位差 就是Epsilon 也就是Epsilon跟0 然后除以距离 也就是B-A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我们的电场 在这里 那接着的话我们要算的地方是它的磁场 那它的磁场B 在中间这个就会跟R有关 好,上面这个会跟R没有关 原因是因为它是导体 所以它的电场会是均匀的 就没有差 但是在下面这边的话 资场就会跟距离有带电的那个东西的距离 就是有电流的地方有关 好,那我们这边用的是R 等于Epsilon除以R 呃,I等于Epsilon除以R 就是I是电流 原因是因为它这边负载的地方 就只有刚才那个电阻R 那这边的I就是它的电流 那,呃,这边的话我们可以不用考虑到 什么绝缘离非绝缘解的原因 是因为,呃,算电场的时候 我们用的原理是考虑到它的磁通量 那磁通量这个东西就是它包在里面 那我们就把它视为从最中心出发 就是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从中间开始往外算 它的距离R就可以了 那这个R是在A跟B之间的东西才可以这样算 那,呃,我们就普通的带进去 就是μ0i除以2πr的四值 那就可以得到 呃,然后再把Epsilon除以R等于I这个部分带进去 那我们就会得到,呃,电磁场 电磁场是Epsilonμ0除以2πr大R小R 那这边的大R是电阻 那小R就是这个半径 好,那接着第二小题 它要我们算的是 呃,这个,我不太知道英文怎么念 就是这个Vector大S的向量 那一样也是A跟B之间这个R的位置的 那这个S,它的定义会是 哦,这边稍微写一个μ0i 它的定义是,呃,电磁场跟磁场的外积 然后,呃,我们要在算的时候 我们要先知道它的方向是什么 所以就是,呃,好像也不用知道它的方向是什么 总之,呃,我们知道它的电场是由内指向外的 因为这里有,有Epsilon 这边是0 那这边的B的话是 磁场 那磁场的话,我们只要电流往这个方向流 所以我们就用右手定着比一下 就知道磁场是往这个方向指的 那我们就会得到S S这个方向 好,那知道它的方向 等一下会用到 好,那我们知道S之后 我们就把它进行外积 然后这边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Epsilon 呃,不是Epsilon 电长E跟B是垂直的 所以垂直的话外积就会 的质量就会 呃,外积的质就会直接是 E跟B相乘 那再处理这个Epsilon 呃,再处理这个μ0 然后 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把刚才是带进 然后μ0可以化掉 那之后我们就会得到这个东西 呃,Epsilon 平方处理2π大尔 乘上括号B-A 然后选小R 那我们就得到了大S向量 就是 然后接着我们要算的东西是 它要我们显示说 呃,integrating 就是用积分的方式 然后算出来 在这个A到B这个提前圈的这个面 里面的能量 然后 呃,这个面上的能量 那我们知道 呃,要 它为我们算 那这样后我们就对这个面做面积分 那这个面积分的方式 那我们可以用PolarCore的一些方式 那我们知道这边的半径变化就是从B到A 那转了一圈所以是2π到0 然后 哦,这边少许Dc它 好,那这样子后我们把刚才这个S套进来 然后对它桌面积分 那这边基本上 这边要乘一个Jekovian 所以这个小孩小孩会互消掉 那这边就全部被长数拉出来 那这边就是积分B-A 因为这边是1 那这边再积分2π-0 所以就是2π可以B-A 然后再乘以这个长数 那就会用经济的一段化解 那这边下面剩下的就是大R就是电阻 那上面就是呃,有这种平方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得到 对,确实呃 我们得到的能量总和 就是ε平方除以R 跟题目叙数相似 所以是reasonable的 好,然后 接着我们再算D 就是D小题 它说要我们浅现为什么 direction of S 永远都跟Battery to Resistor的方向相同 然后不论Battery的是怎么接的 那这边其实刚才我们就已经讲到了 这个外籍的部分 我们就会看得出来大S的向量 跟I的向量 呃,跟电流的向量会是相同的 那呃,我们的电流一直都是从电池流向电阻的 那这样子的话 S的方向当然也都会跟着从电池流向电阻 那它们就会是相同的 所以这多少解释了第一小题所要求的东西 好,那这就是这一题的讲解 对 对